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雖然目前台北還沒有感受到 尼泊特颱風的威力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賣場上的架子 他們上頭的礦泉水 幾乎是一半都已經被民眾搶購光了 因為他們就很害怕說 會像先前颱風一樣 發生有自來水很混濁 甚至是停水的狀況 來聽聽稍早的訪問 我們還是會擔心 最好是自己杯一點水 像這樣子兩罐會夠用 我家已經杯六瓶了 做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預防部罰 但是像譬如說 家裡有沒有先存一些水 會 還是會準備 只是說如果水不夠用的話 至少還有礦泉水可以用這樣 好的 那麼關於這一次的颱風 其實像是賣場這邊 今天已經補了大約五六次的 礦泉水 不過由於今天已經開始放暑假 所以已經有許多民眾 陸陸續續來採購水了 雖然賣場這一邊 也將今天的水的進貨量 比往平日提升了兩倍以上 甚至還有追加了三張訂單 但是廠商這邊有提到 如果明天風雨太大的話 他們是沒有辦法出貨的 所以許多民眾都趕在颱風 風雨還沒有這麼大的時候 趕快趁著下班時間 來賣場 來買水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 將鏡頭還給棚內主播 然後請大家看來賣場 請給大家看來賣場